买股票会有理由 卖股票也会有理由 买卖理由越单纯 越能在适当的位置转换 美食在103年7月28日出现卖讯 当时股价在180元 且股神三线转空 这表示股价趋势转弱 这样简单、轻触的讯号 让投资者能够在最佳时机进行多空转换 果然 美食在8月6日跌到3个月薪低128.5元 在股市中 简单明热的判断标准和决策依据 往往是最有效的 过于复杂的分析和多重因素考虑 容易让投资者陷入犹豫和错误判断 措施最佳的操作时机 投资股票只需要简单明了的买卖理由 并依靠精确的工具来判断趋势 这样才能在适当的位置进行多空转换 实现最佳的投资效果 只要能够遵循这些原则 就能在股市中利于不败之地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寻关键字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